好 各位大家好 我是三伏的鮑立揚 今天要大家回顧的是拳王爭霸跟我的 今日K6門開啟 現在K6門已經開完了 然後今天在拳王爭霸第一場處女秀 也是很值得大家觀看 兩場很經典的喔 就是因為這場經典的原因是 這兩場經典到是我因為導致讓我們入了八強賽事 我們來看一下 第九場跟第十場 我們第九場我們的阿修其實是25萬的阿修 然後對方的K是20萬的K喔 6門K 可以大家比較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這一場 正常的話大家應該會覺得阿修其實沒有希望 然後我阿修是擺在前排 關鍵主要是 這兩場的關鍵我們先透露一下 主要是差別在 一開始時 我們阿修打他K 他一開始時是對方的K 是平打沒有暴擊 所以傷 血量傷害的有點少 所以保證他暴擊的時候 血量沒辦法一次帶走 如果他小技能有暴擊的話 有打到十分之一的血量 我的阿修就 會被暴擊帶走 然後我們來看第十場 第十場的話我的K 是18萬6的K而已 然後對方的阿修是 28萬 我們相差了10萬的戰力 我們剛才看我的25萬的阿修 跟對方20萬的K 其實相差只有5萬的戰力 可以戰成這樣子 所以我那時候 我一直 我們那時候 剛才在直播上面 我們就覺得 我們K一定會打輸他的阿修 因為我們戰力相差 約有10萬的 10萬的戰力之差 那差的幅度很大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這一場就是贏的狀態 差別就跟剛才我講的 我們起頭時 小技能暴擊 打了十分之一的血量 然後K血越少的話 攻擊越高 然後這一回合在暴擊大招 直接帶走 主要應該是差在這兩個點 血量的差 因為K的血量越低 攻擊力越高 然後加上我們一開始 有損到對方的血量蠻多的 然後暴擊再直接把對方帶走 所以這兩場真的是 近期來很經典的一場賽事 真的很經典 第9場跟第10場的一個差別性 K跟 同樣都是K跟阿修 這處境跟待遇 真的是相差 相差天差地美 然後四強賽跟半決賽 半決賽其實 只是比較可惜的部分 只是沒想到對方的阿修 普打會這麼痛 戰力是26萬5 其實跟我阿修 相差的戰力 其實相差的沒有說很大 相差不到1萬的戰力 只是沒想到 會被這樣子翻盤 假如大家有興趣看的話 可以去看一下我們 那一個 11月5號的 那一個直播的 全網酒吧的 八強賽事後半段 其實就會有 就會看到 我們今天主要是要講說 K的 那個6門開啟 跟 他的處女秀 真的是差別很大 那我們就這個視頻就介紹到這邊 感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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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